在林一世的所会录影档当中 提到了国民党立委王靖世 而这个王靖世呢 在大陆听到了消息之后 立刻赶回台湾反击 他说他当时呢 是接到了民众的请托 而事后这个陈情案没有达成 所以就没有进行后续处理 跟林一世的贪污案没有关系 他表示愿意配合特征组的调查 他也发誓没有拿钱 无端被卷入了风暴 他觉得很倒霉 涉及这个中刚方面的 没有涉及 这个什么涉及 全入林一世所会案 王靖世一肚子气 还特别从大陆赶回来说明 无奈啊 对不对 你气要怎么气啊 因为林一世所会录影档提到 包括王靖世这一件 我绝对不会让这件 跟那件有关 被检单认为也有餐饮咖 王靖世好委屈 我屏东这个小咖 人家屏东比咖 我这个小咖 我这个人可能说也 所以报纸 我今天看有一个报纸写说 什么我就 就把我跟林一世等量 奇观什么 可见林一世跟王靖世 在中刚的分量 你去问中刚董事长 看是不是我 如果讲钱在前面 我根本就给他说 你讲钱的就不要讲了 这个我可以对天发誓的 王靖世解释 今年2月23号 陈行员李宽志 还有前屏东市民代表 罗浮胜 拜托他帮忙 争取中刚炉渣 二三十顿 3月19号中刚派员来了解 不过到了3月24号 中刚回复 已经和中药等公司签约 所以不能提供卢渣 这个陈行案到此为止 没有空间嘛 当然我们就会去找 国会议员 有大有小啊 我们会去找啊 当初的陈行员也出面喊冤 强调自己不是黄金国妻 才会找王靖世帮忙 王靖世也很无奈 认为这只是单纯选民服务 而且根本使不上力 还发誓绝无拿钱 王靖世甚至说 愿意配合特征组调查 话说得很重 激励和灵异是撇清关系 这是台北综合报道